1949年8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在兰州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这是解放大西北的决战。 在这场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之下不仅消灭了马步方集团的主力部队,而且还为解放整个西北地区铺平了道路。 其实,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得到了解放,盘踞在西北地区的马步方集团十分地惧怕人民解放军。 不过无论如何双方都知道兰州这一战是必须要打的,可是谁也没想到在攻克沈家里以后,解放军竟然会出现了重大的错误,不仅没有准确地预测青马的动向,而且还让青马成功逃脱。 不过好在最终兰州还是得到了解放,当地的老百姓在听闻兰州解放以后不仅高兴地举办了入城仪式,而且还让彭德怀将军破例举办了一次大会餐。 由此可见兰州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署进军新疆,宁夏的行动都会十分地顺畅,解放整个西北地区也是囊中之物了。 这场战争晚,全说明国民党部队已经没有任何胜利的余地了,最终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丧失了主动权。 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使得人民解放军打开了进军西北地区的门户,奠定了解放整个西北的基础。